今天的发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屏东树孤棚比赛 才遭质疑裁判不勾 而日前摄影比赛又惹出了争议 因为这个奖金3万块钱的 夺下冠军的照片 只见每个人被拉长成九头身 构图被批评说是毫无专业 而这名参赛者还同时获选多个奖项 总奖金将近5万块钱 也被质疑是不是有黑箱作业 而对此逐步单位强调 尊重评审的选评 冠军得主也回应了 既不如人要加强学习 以恒春镇长为首 其他地方士绅在旗帜前排排站 祈求活动顺利 这是今年恒春树孤棚摄影比赛的夺冠照 以排场壮观为主题 冠军奖金3万元 不过这照片一公布 立刻成为众矢之地 拍得比他们好的人 大有人在 每个参赛者 他是摄影学会的顾问 其中两个兵生 学会的理事跟理事长 就不尽量的人质疑 除了超广角镜头 让照片所有人全被拉成旧头身 构图也被批评 毫无专业性 平凡无奇 第一步看似被拉长 就有人说这比例超奇怪 随便一个路人来拍也办得到 今年实际参赛作品 共533张照片 而金奖选手 其他作品也接连获奖 像是这张观山夕阳 彩色斑斓 以及祭典仪式 获得优选奖 才见嘉年华拿下佳作 阳光活力则是陆选奖 六项作品加起来 总奖金将近5万元 不免引来质疑 难道是内定吗 金奖选手 不只是摄影学会的成员 还是当地老人会会长 乘到学校 教学生用手机拍照 活跃摄影活动 不过每个人对美感看法不一 评审恐怕得在说明评选标准 来米评生意 记得四岁 评论报道